女星范冰冰久违亮相柏林影展 一袭白色旗袍 美貌与气势镇压全场 在微博掀起热论 范冰冰主演的女同志电影《绿叶》 入围第73届柏林影展 她昨天穿着白色印花旗袍式礼服登场 秒杀现场美光灯 其他演员 导演则是深黑色系服装 呈现强烈对比 记者会上 范冰冰被问到沉寂五年 如今来到柏林影展的心情时 她大方回答说 特别谢谢全世界朋友的关心 我非常好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高有低 然后到了一个低谷在网上走的时候 其实非常艰难跟辛苦 但是在这当中 其实会看到很多新的东西 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世界 看到很多不同的人心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 我一切很好 谢谢 范冰冰因偷漏税问题沉寂多年 多次尝试付出布谱 这次挑战竞技类作品 能否成功翻身呢 这次挑战竞技能否成功